疫情期间 网课必备的数据流量卡 干货满满的大湾区资讯通 满含着中央远港物资的粉色包裹被提送到一位位香港年轻人的手中 连日来 由青少年抗议连线主办的中央远港同心抗议活动在香港各区举行 旨在将中央远港物资派发给香港年轻人群体 助力香港抗议工作 4月13日下午 香港理工大学的派发点前 大学的青年职工和同学们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有需登记领取物资包 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张玉是本次活动的志愿者 负责物资包的派发工作 他坦言 包裹中提供的各式物品贴心使用 是疫情之下学习生活的及时所需 我们通过这次全国青年和香港青年组织的这次活动 作为理大的一份子 我想作为一名volunteer参与到其中 然后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这次组织的活动还是感觉到比较开心和满意的 因为这次不光发放了大人还有小朋友的口罩 还有一些抗疫的药品 比如两万千文教堂 喷剂之类的 它是很有用处的 然后里面还另外提供了一份大湾区青年资讯通 里面介绍大湾区一些最新的资讯信息也是比较实用的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表示 这一活动意义很大 不仅为青少年的抗疫工作提供助力 也让香港青年人亲身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爱和支持 通过这个活动一方面帮助这些青少年能够把抗疫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这个也体现了国家和全国民众对香港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年轻一代也是有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我们学校 现在课程都是在网上 线上上课 所以他们是不断地要在线上网 所以网卡就真的是能够满足他们这段时间的需求 就是一个抗疫物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对学生来说特别合适 据介绍 这一活动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香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等中央部门 和全港抗疫义工同盟牵头 有多个香港青年团体提供支持 大湾区资讯中其实是我们香港青联 和内地广东省青联一起合作推出的一本书 就是介绍大湾区的一些饮食生活情况 以一个比较有趣年轻一点的手法去到展示 希望青年人可以感兴趣 疫情过后可以抓紧融入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未来都复货了 所以在复货过程中好好保护自己 做多点检测 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家人 该活动第一轮派发遍布全港18区 得到近百个团体的合作支持 共机动员超过700名义工参与 不少特区政府官员及立法会议员 也参与了义务包装与派发工作 助力青少年抗议 为我们香港的年轻的学生 去派发这个由中央给送出来的一个防疫物资包 更加是别具意义 因为青年人是我们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令到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理解到我们国家中央对我们香港的关爱 在未来他们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国的路上 会更加有信心 也会做得更好